第110集 终于一开了 他感觉不到那种逼世了 魏洛的头更低了 他眨了眨眼 又是眨了眨眼 他静静地盯着黄土地面 盯着自己长长的白色袍芙 他便是这么盯着 仿佛正在欣赏着 世间最美的景色一样 专注地盯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义信君的感慨声 从旁边清楚地传来 公子精灵 果然不凡 这感慨声中 有着隐隐的敌意 魏洛还是低着头 这时一个勤匠的声音传来 此人手段颇多 才智超群 诚可畏也 然也 此人 诚可畏也 关机行军 关机行士 是雄威之事也 滴滴的议论声 都清楚地传到了魏洛的耳中 这个时候 晋族们咆哮声已经停止了 魏洛抬起头来 他头一抬 便看到众进军 整齐地分开一条道路 让公子精灵通行 他大步而来的身影 被阳光一照 实是高大之极 轩昂昂之志 赫然有一种顶天立地之位 看到他龙熊虎步而来的身影 魏洛的头再一次一滴 他咬了咬唇 再一次 向易信君的身后退了一步 让他修长了身影 挡住了自己的目光 他实在不想 一不小心 便看向了那个男人 实在是不想 公子精灵大步地 走到众权贵面前 他双手一插 朗声地笑着 哈哈哈哈 诸位都已来了 沈豪 请入账 他的声音很随便 可是也许是因为 他刚才的形象太过威严 也许是他的目光太过摄人 他这句简单地吩咐一出口 来自各国的诸侯权贵们 竟然同时凛然地映着 诺 那整齐 那恭敬 便如面对的是 自己的君侯一般 众人还没有自觉时 公子精灵嘴角含笑 大秀易扬 朗声地说 请入内 这次与楚国对阵 以其侯为首 而其国的主帅易信君和公子义 在这方面还是见识不多 他们旗下的将军 也不能与公子精灵相比 无形中 这一次联军行事 已经是以公子精灵为首 经过一番商议之后 众人回应休息 魏洛只走得很远 他还是能够感觉到 公子精灵投在他的身上的目光 那目光令得他的脚步更加的匆忙 第二天一大早 几乎是鸡叫声一响 进军便开始埋锅造饭 当兵马骑斯时 依然穿着易信君的白袍的魏洛 已经出现在军事当中了 本来有人建议他也穿上盔甲的 不过魏洛最大的优势在于敏捷 在于他过人的六十 盔甲对他来说 作用并不大 反而会使他的行动不够灵活 因此他依然是一身白袍 并不着假 近人的战车缓缓地向前开去 魏洛手持长矛 坐在战车的前列 他的车诱 依然是那日与宗师子楼一站中的车诱 直到这个时候 魏洛都不知道 这个车友本是公子精灵军中 排名前三的高手 战车在滚滚烟尘中 开始缓慢地推进 此时的魏洛 为了免得扰乱军事的目光 脸上还是戴着一副木质的面具的 面具下 那双墨浴眼中神光溢溢 他的左侧便是公子精灵的战车 他沉明如山地坐在战车中 双眼锐利地盯着前方 约一个时辰 楚军便来到了前两次 与楚军相遇的战场上 而这个时候 这个战场上 却是空空如也 前方也不见烟尘 楚族竟是还没有开始出征 正当魏洛以为 禁军会停下来 等候楚军的到来时 一阵急促的 杀气腾腾的鼓声震天借地地传来 这鼓声 魏洛听得分明 这是继续向前的鼓声 于是 鼓声中 近人的战车 继续地向前推进 魏洛恶然了一会儿 正在这时 一道金灿灿的阳光直射到他的脸上 魏洛双眼一眯 向那朝阳升起的地方望了望 忽然想起 这一次 禁军起得很早 上两次的时候 禁军还在埋锅做饭呢 鼓声中 禁军继续向前稳稳地使劲 这个时候 公子精灵站了起来 他穿着一身火红的铠甲 傲然地站在自己的战车上 手持战戈 目视前方 他那俊美宛如雕塑的面容 在金灿灿的阳光照耀下 在那一身火红的铠甲的映射下 仿佛是太阳神降临世间 这样俊美的华贵的公子精灵 魏洛是第一次看到 魏洛只是看了他一眼 便被那光芒逼得喘不过气来 他迅速地一看了目光 抿紧了唇 严肃地盯着前面 随着战车向前驶去 慢慢地 魏洛的战车 已经与公子精灵的战车同行了 两辆战车并排而行 马蹄翻腾中 烟尘滚滚 一袭红色铠甲的公子精灵 此时竟一反他的深沉 他转过头来看向魏洛 任那七彩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 原本掩藏在威延和煞气中的俊美 如金灿灿的出生的红日一般 咬着他的眼 刺着他的胸口 盯着魏洛 公子精灵温和雌性的声音沉沉地传来 小二 魏洛的嘴唇抿得更紧了 他慢慢地转过头来看向公子精灵 只是一眼 他便被要得反射性地闭上了双眼 转眼 他便睁开了墨语眼 面无表情地说道 禀公子 我名魏洛 公子精灵一争 争住的不仅是他 连同他身边的几位将军 此时也都是转过头来看向魏洛 滚滚烟尘中 马蹄翻飞中 面具下的魏洛 那双沐浴眼光芒溢溢 显得是严肃而平静 公子精灵盯着他 薄唇张了张 半嗓 却是一声叹息 叹息中 他收回了目光 威严地盯视着前方 没有再说话 一个时辰后 禁军李楚营 只有七里不到了 区区七里 只够楚人 勉强排军布阵了 公子精灵手一挥 战鼓急促地敲击了几下之后 缓缓地停滞 战鼓一息 禁军也停滞了前进 只有滚滚烟尘冲天而起 这个时候 楚人刚吃完饭不久 他们匆忙地跳上了战车 整好了队伍 向近人推进 不一会儿 公子武的面容出现在魏洛的眼前 公子武也是站在战车上 他一声搞速 手长微黑的面容上满是怒涩 那连在一起的双眉 锁得紧紧的 公子武一出现 他便举了举手中的长歌 向着公子义 微微地攻身之后 他抬起头来 欲怒地盯着公子精灵 大声地喝道 精灵公子何其仓促也 竟直逼我迎而来 他这句话是在指责公子精灵不顾里 不讲规矩 面对他的指责 一身红色铠甲的公子精灵 微微一笑 君鼓声中 公子精灵手持长歌 向空中略略一举 头微低 略略攻身 优雅地还了一礼后 他盯视着出车前列的公子武 朗声地说 公子武何出此言 他的嘴角浮起了一抹冷笑来 便是这么紧紧地盯着公子武 声音洪亮雄浑地喝道 公子之父王 邪一赋予镇前 公子本人请贾物为哥 欲堆祸于一父 此等霸主 此等王侯 精灵心不服也 精灵不屑此等人为诸侯之霸 逼迎而来 施欲死战 他说这话时 声音缓慢而沉 语调从容有力 仿佛只是宴席对话 可他这含有内力的话 却在远远的传出 只传的数十万禁军和储君 有大半都是可以听得一清二楚的 公子精灵的声音一落 公子武脸色便嗖的一清 他身后的储君也是面面相去 就在这时 几乎是忽然之间 十十万禁族同时举起了手中的长计 纵声地高呼着 堂堂丈夫 带天清除 带天清除 堂堂丈夫 带天清除 带天清除 喝声如雷 咆哮连连 山明古硬 天地变色 禁族们 整齐的咆哮声中 楚人同时脸色一变 楚人是浪漫的 正因为浪漫 所以他们纪律性不强 自主性太强 正因为浪漫 所以他们爱面子 喜欢为自己的行动 找一个充足的借口 正是因为浪漫 他们在楚昭王 受辱而死的时候 会痛哭流涕 士气全无 也会在乌哥四起时 小小地原谅了自己的先王 决定赴死一战 可是 现在公子兼灵的冷笑声 禁族的咆哮声 令得他们脸上变色了 他们终于明白了 昨日听到的这种咆哮声 是从何而来 原来 连军都在耻笑自家的先王 也在耻笑自家的公子武 原来 自家的先王 和现在的公子武的所作所为 还是不地道呀 公子武慌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 在对上众军神的犹豫中 带着不安的神情时 他咬牙切齿 暗暗地想着 进军这一呼 昨日好不容易鼓励而来的军心士气 又被大受动摇了 他想到这里 牙一咬 怒喝着 休得虎言 他的咆哮声很响 可是他没有内力 这声音混在近人惊天动地的呐喊声中 便如一滴水滚入海洋一样 转眼便没有了声息 气得脸色铁青的公子武 转向钉向他的车右 他的车右站了起来 这时 进军喊得堂堂丈夫 拜天前楚的咆哮声刚刚止息 那车右盯了一眼公子精灵 很快的他便看到了戴着木面具 头发还是富人打扮的魏洛 他盯着魏洛 双眼一瞪 怒声地咆哮着 指富人于阵前 是先王不是 然 此父却非常人 他若是常人 便不能于万君当中 在子弟之侧 竟能挟持先王 若他是常人 此楼神剑便能一剑击杀 这夫人 又如此荣色 又有如此勇武 又如此狡辩之才 敢问诸位 千百年来 你们可曾听闻 他说到这里 木的一声长笑 笑声滚滚而来 夹然而止 转眼 他的咆哮声再起 如此妇人 世间许有之 何也 下师打击 周师包四 此二妇人 便是有角色之姿 亦有迷惑三君之能 背乎 苍天不仁 生此恶父 因此去岁大雪 生灵荼毒 背乎 苍天警示于众生 公子精灵 今视而不见 小言令恕其开脱 君就不惧 苍天降罪于近乎 这声音真是 洪亮之极 强亮之极 真是令得 数十万君族 人人可以听得 一清二楚 在他的朗壑声中 众君是 齐刷刷的看着 戴着木制面具的位落 一个个的神情中 开始戴着疑惑 公子精灵眉头紧锁 他的薄唇 此时 敏成了一线 那阴沉的眉宇间 笼罩着层层的阴云 面具下 魏洛的小脸 气得铁青 那声音一落下 魏洛疼的一声 站了起来 他搜了一下 摘下了自己 脸上的木制面具 露出了他那张 绝美的面容 也清楚地 让众人看到 他愤怒的 冤红的小脸 和灼灼生辉的 墨浴眼 他盯着那个人 紧紧地愤怒地盯着 直过了好半场 他目的一抬头 仰天大笑了起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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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笑声中 他头上的素发的 欲斋段落 一头青丝 劈泻泻而下 魏洛不管不顾 他又纵身一跃 跳上了战车的横目 这样一来 他足足比众人 高出了一个身 轻笑声中 青丝白袍 红颜绝美的魏洛 宛如世间最美丽的风景一般 领得数十万丈夫 齐刷刷地直了眼 可是 这种直眼 也正是验证了 公子吴所说的 有绝色之姿 亦有迷惑 三君之能 魏洛的笑声 戛然而止 他紧紧地盯着 公子吴 盯着他身边的那车右 盯了一会儿 他缓缓地 好整以下地 用手指 梳拢了头发 然后 挤缠挤绕之后 拿起了头上油存的发簪 把他简单地盘好 他的动作很是从容 仿佛一下子油击粪 由愤怒中转为平静 他的动作也是很简洁 一举一动 透着一种优雅和冷漠 头发刚一盘好 胃落缓缓地开口了 他的声音清脆响亮中 同样透着优雅冷漠 妾 只有三问 请公子吴 不力指教 他说到这里 向着公子吴的方向 盈盈一幅 此时此刻 他的面容庄严 目光清澈而居高临下 公子吴点了点头 渴 未落沐浴眼微微一弯 他声音一提 清脆的声音如泉水流过 如水滴浴时 清而冷 淡而远 足让所有人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敢问公子吴 去年大雪时 楚昭请乌者补 乌者是否曾言 战前有暴雪 使君王失德也 如今战场之上 丈夫数十万 请公子吴 面向朱丈夫 回答切身这第一问 公子吴争住了 楚国的权贵也是争住了 他们面面相去 哑口无言 而这时 站在高高的横幕上的未落 以一种庄严的近乎怜悯的目光 俯视着他们 这真的是一种怜悯 一种识人从来没有见过的 因为太过悲愤 也因为疲惫太过 所延伸的慈悲怜悯 这个无知的世道啊 这个沧桑的人士 这种无助的人生啊 在这个陌生的世道中 苦苦求着生存的自己 无人不可怜 无人不可恶 他的这种目光 让人亲近 也让人不敢敷衍 不敢轻视 过了好半场 公子吴低声的应导 然 他不能不承认 毕竟这是个人人看重承诺的年代 而且知道这件事的人太多太多了 他没有办法在数十问丈夫 盯视着战场上 指白为黑 为了没有效 他静静的盯视着 徐徐的说 君 继丈夫 请君 大声的回答 切之所问 公子武瞪着他 纵吓了一声 然也 这个人字 虽然简单 可是这字一出 便说明了 昨日响彻了 楚莹的乌哥 确实是诬陷了人家妇人 眼前这个妇人 如此脆弱疲惫 楚人的做法 实在是不地道啊 这个时刻 所有的楚人 竟觉得 魏洛纳含着 丹丹怜悯的笑容 实在是让他们感到惭愧 他这声一落 魏洛清脆了一笑 咯咯的说道 哼哼哼 然 与他评刺的笑容不同 此刻的他 这一笑 依然是冷中透着疏离 疲惫中 透着慈悲 清脆的笑声中 魏洛再次一提 朗声的说 切之第二问也 敢问公子武 切 可曾侍候过 任何一国君侯 可曾领得 任何一个君侯或丈夫 因切之故 耽搁国事 无事疾苦 丹于享乐 失眯终日 又是一阵沉默 他这问 便是更显而易见 更好回答了 沉默中 公子武低沉着声音回道 无也 魏洛笑了笑 他疲惫的说 嗯 既无此事 那君将切身与打几和包四相类 可就唐突了 他是在说一个事实 他的声音 清楚的传遍全场 军事们听见后 一阵焦头接耳 这个时候 连楚国权贵也不得不承认 被魏洛这么一说 他们将他与打几 包四相类 确实不妥当了 在一阵低语声中 魏洛的声音再次清楚的响起 这声音中 已经带着沙哑 咳 且知第三问 敢问公子武 是否这世间妇人 无论贤也不消 无论世身何等丈夫 只要她美貌 无勇 略有见识 世间丈夫便不能容之 便需杀之后快 只有如此 世间丈夫才会心安 然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女人记忆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